119,《文匯報》,林德森仍要負責局內部分喉管子內地月際組件 政府負責張炳良清開名恩傳媒要求 2015年7月14日《重要新聞》 A09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陳廣誠、聶曉輝、民森 被港府點名要為啟程 H.水質問題負責的詞牌水喉將林德森日前接受報章訪問時清 指示負責監督街喉治大廈水崗的水管接駁工程 不涉及單位接駁水管 水務處處長林天星昨日下午在跨部門記者會上反駁 案相關記錄,林德森負責啟程 H.街喉治屋界,屋界至地下,地下至天面 及屋內的水管工程,因實法律程序 且調查易展開,現階段不會提供更進一步資料 對於林德森批評當局公開他的性命,逼他一人食死貓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梁作組織在電台節目上反駁 林天星上週六指示應傳媒要求公開水喉將的身份 並無做任何判斷,指示實事求是,解釋法例要求 張炳梁作說,涉及建築師、工程師等特別專業制度 一般都指示會披露有關人士性命,並不會公布相關的公司名稱 整件事的關鍵人或林德森昨日首次延伸到水務處開會 他在午飯後回到灣仔入境時務大樓開會前被大批傳媒追訪 他強調事件不關我事,如果我有責任我會認 又指啟程 已入伙二年,如今才發現出事,沒有理由與他有關 不過,他沒有回應事件責任應屬成建商益或政府 至於政府是否洗責,他則稱各個官都 當到水務處門口時,林德森忽然稱日前有關他的報道有錯 並承認啟程樓宇內部分喉管與他相關,而非指示街喉到水崗 但記者問他實際負責那些部分的喉管 他指稱叫政府自己看合約,堅持自己只負責香港境內的工程 內地的與製組件工程由政府負責簽,與他無關 林德森說,已就事件聘請律師,與最終證實並非他責任 會警告政府,至於會否追究,林德森只很難說 林德森俗說,昨日的會議主要是處方發言 會議上有數天,他稱,對成為新聞人物感無奈 數十名傳媒則在地下大堂外守候,但等候至晚上七時許仍未見出現 其後,有新聞主任向傳媒表示,林德森已離去 另一眾傳媒大感樂言,並乘電梯到水務處位於42樓的會議地點視察 傳媒在會議室門外等候數分鐘後,數名水務處職員開會員北並返回46樓的辦事處 其間,他們並無回答記者任何關於會議內容的問題 僅托認林德森已離去,及回應大樓內確存在貨車了 因此,相信林德森市委被傳媒而乘搭貨車了並從其他出入口離去 лишь,如果在一半身中煒也要有甚麼出入口 其實, Medien德森在蒙真正中煒而入口離去 因此,等候又在一半身中煒有多種 tolk的?